好 再來看到的是 昨天當時張頓涵來上節目的時候 大家也問到他這一題 說柯文哲當時傳出 黃國昌講的 說盯著劍士器 只看到劍士器另一頭的賴清德 盯到他能夠廢極發糧 大家就這樣問 那你聽完這個的時候 你們是怎麼樣的感受 他講法是 總統叫做一笑置之 想說怎麼好笑這樣 黃國昌聽到生氣了 他說怎麼能夠笑得出來 這個意思是司法正義被民進黨 踐踏至此 怎麼還笑得出來 不過昨天這場訪問 其實讓很多藍白 直接炸起來是什麼 是他講的這一句 他說總預算 現在被整個退回去 他要告訴立法院長 韓國瑜莫忘世上苦人多 就這幾個字 讓再也整個炸起來了 行政院馬上出來講說 沒有啦 我們全力溝通 大家不要太政治解讀 好 可是你要知道 目前這一局 就是你行政院喬不過來 卓榮泰才要去喝那杯溫暖的咖啡 韓國瑜才出來想說 好啦 不然我們大家 一起來吃一個和解的飯 然後你們自己無私要也講說 帶著誠意 盼望能夠解決僵局 你現在說這股莫忘世上苦人多 什麼意思 李彥秀就直接說了 說現在連張忠涵 副秘書長都敢攻擊韓國瑜 他想問的是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立場 可以直接來對行政院立法院 朝野政黨來指指點點 總預算案為什麼推回去 是因為你們自己邊預算的問題 你現在這個責任這樣講算不算就是推給韓國瑜 那韓國瑜不是幫你們忙 然後還要這樣子被你們假 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 好啦 現在藍尾的怨氣 據說暗潮洶湧 本來要吃飯 現在這個飯 他們有人講吞不下去 說這個叫做沒有味道的和解飯 而且去吃了之後 人家吃人嘴軟 是不是我就要同意你放行 那如果放行 我們原本的訴求是不是假議題 你總是也要釋出一些善意 韓國瑜現在出面幫忙喬 那最後沒有喬好的話 不給他面子 那他會不會很受傷 所以就好像有一種 兩面不是人的感覺 好 這個是在藍營這邊 在野這邊有的一個情緒 另一個部分則是講到了預算 今年其實也有編治水預算 好 可是問題是真的有花在刀口上嗎 來 7月的時候凱米颱風 那個時候我們的工程會主委曾經得獎 明年治水預算 它編到551億元 增幅有4成 但是問題是你先前也有編治水預算 譬如說前瞻5期破百億 但是你執行率多少 不如預期 甚至稀錢補助的這個部分 截至今年的6月底為止 水利署還沒有發包的工程就有92項 而前瞻1到3期 執行已經超過一年了 還有70項的治理工程 還沒有發包 所以大家會想問到底你這些錢編出來了 你是真的照著你需要來編 還是你為編而編 大家就想問這麼一件事情 而且現在2000億要撥布台電 國民黨立委直接問 不是嘛 你這個撥布 你不變成你要處理問題 那如果你的能源政策 一副你就是不能調整 然後你又擺明一定就是要我們來過這筆錢 他覺得這樣的態度王宏威講的非常直接且粗暴 所以他覺得他實在是沒有辦法支持 甚至醫界也有一些意見 因為現在呢 電價要漲 好啦 可是有一些呢 可能是營業事業單位等等的 他們是民生單位 他們呢可以有動漲 那現在呢 醫療院所他們就講說 他們大多數不符合電費減免 所以電價的漲價的比例呢 是14% 比其他的這個產業漲幅12.5% 還要來的多 甚至呢他們看到了 電費減免的名單當中 有所謂的煙草製造業 所以他們就想問 我們救命的比不上賣煙的喔 台電的解釋是說 因為人家那個叫做民生內需食品產業動漲啦 所以呢 跟你們這個不能這樣子講啦 不要過度解讀啦 但是感受是真的 讓這些醫者 讓這些護理人員 讓這些醫療院所的經營者就想問 我們真的比不上賣煙的嗎 而目前呢 大家也在講台灣的這一些 再生能源 風電發電 現在這能起作用嗎 颱風天 有人發了這篇文 大家來想一下合不合邏輯 這一位王浩宇先生 他說 風力發電 清晨創280萬瓦記錄 大家就想問 不是颱風天 所以這風力發電很厲害的意思 風真的很大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不能轉 你知道因為葉片會壞掉 你這個時候講這件事情 你是把天天排風天 覺得這樣子比較好嗎 風力發電比較好嗎 這真的符合邏輯嗎 真的是原本政府在說 再生能源的本意嗎 還是怎麼講 你對 你講都對 請教亮哥怎麼樣來看 好 現在張敦涵說 那個直視監視器 總統是一笑置之 我覺得張敦涵是沒有必要回答 非總統府的業務 比如說立法院 朝野黨團要談事情 總預算也不是總統府送出來的 是行政院送的 你如果可以回答 人家當然會理解為賴清德介入總預算 當然會這樣理解 尤其現在給人家感覺是大總統小院長 所以怪不得藍營會有人火大 說不要去了 反正左龍太又不能做主 一定會有這種聲音的我跟你講 講這麼直接 這真的 我跟你講 我也不是不認識國民黨 跟民眾黨的立委 就一定會有人就說 拒證幹嘛 張主席都在暗示了 說不要理他們 就是民進黨本來內部 就是有強硬派 兩邊都有 對 他們就覺得說 就讓紫量飛幾個禮拜 看民意站在哪一邊 要再說 所以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因為目前整個feel 就是人家都覺得 左龍太是個弱勢院長 所以左龍太真的不要輕易發言 不要講到有關行政院的東西 不然我跟你保證 國民黨一定這樣理解的 比如說他如果有講到 個別部長的業務 人家又想說 左龍太你會被架空了 尤其我們看總質詢 就看到這個 劉四方跟左龍太好像不是很一致 做對國土規劃法 劉四方還是希望拚一下 對不對 努力溝通 左龍太就覺得說 今年這個會期就不要送 劉四方就說 兩年以後還不是一樣要溝通 邱太元也是 健保0.95 左龍太好像覺得說 這個會期真的編不出來 坦白講這個錢滿大的 這個是幾百億的錢 邱太元就覺得他還要努力一下 更離譜當然是我們的郭志輝 郭志輝跟左龍太差別就更大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 坦白說這個左龍太 真的要有一定的敏感 你要知道現在人家 怎麼在看這個部長 在看立法院的總預算 他們都感受到覺得賴清德在遙控 所以你這個做了一定的暗示 左龍太莫名其妙被打一拳 就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恐怕是府院的關係 自己要去調整 不然這個真的很難解 至於我們台電 很不幸 這個會期必然是重點東的重點 一定 你又漲電價12.5 又扯到醫療院手漲14% 反正一大堆爭議 都會集中在能源政策 所以郭志輝恐怕要戴頭盔了 好 請教韋翰哥 因為這個專訪其實 談出了好多大問題 一秒鐘惹怒藍白 因為黃國昌剛剛發文他很氣 我講得那麼悲憤 阿伯被這個羈押對不對 那時候還沒有被羈押 那時候只是在那邊 在提審的時候還在那邊對不對 在那邊等著而已 看著監視器看著賴清德 但我有去看他的原文 我覺得我不知道 會不會後續又出來 稍微再洗牙給你一下 他說總統應該就一笑置之吧 他的原文是這樣講 所以顯然敦涵應該也沒有問 賴清德這個事 因為他說這個東西太過 他覺得太荒謬 看著監視器就等於看著賴清德 所以他說總統應該就一笑置之 還是說賴清德對這個東西 就是不屑回應一笑置之 好像也不太一樣 不愛就說不與自貧的好 就剛剛亮哥講了 就是如果你有問過賴清德 他要你回答 應該就不是這樣講 總統應該就一笑置之吧 應該 他叫一個應該 OK 我是因為 他確實訪問那種是這樣 可是媒體不會跟你講 所以全部都加一笑置之 你說民眾黨的支持者 跟八個立委會不會跟你翻臉 翻臉 翻臉的結果就是 這八票你都不用想 大法官NCC預算都不用想了 這是白的部分 藍的部分可能也沒消耗要怎麼講 就是希望能夠高台貴手 禮拜五都要和解犯了 夢望世上苦人多 對不對 很多人都在等軍公教3% 在等這個對不對 這個預算的撥補等等 講完以後國民黨會講說 我們這個有授權理用嗎 你又要吃韓國魚的豆腐 因為照理講 觀眾朋友我們這個 嚴肅一點說 因為既然卡這麼大的關 行政院他是行政院長 你拜會立法院長是不是應該 可是 黨主席跟黨主之間也可以互通 賴清德總統是民進黨黨主席 民進黨黨主席如果來一個 朝野和解的大咖啡 大家去喝一喝咖啡 或是直接開國事會議 或直接就點對點拜訪 因為現在柯文哲林沒有辦法拜訪 他在土城幹活動 你去拜訪朱立倫 然後針對一個什麼東西 希望能夠朝野合作 意見不同的地方 各自法條的部分堅持 可是預算有沒有什麼地方 你可以提出以後 我們能夠讓能過先過 如果賴清德總統親自做個動作 就有破口了 對啊 但其實沒有 所以反而是拜託韓國魚 就從總統態那個角度 主席還是沒出手 這個時候藍營看看 反正白營也翻臉了 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颱風也不可測 明天會不會搞一搞就不吃了 但因為是韓國院長出面邀 我想可能 或許會有人不去 但這個飯局應該還是會成 只是他的結果 就未必會那麼漂亮 但如果去了之後 他說飯吞不下去 這也很為難 請教兵哥 老實講這個監視器的事情 我當初覺得黃國昌也很無聊 他講這幹嘛 這麼無聊的 就不知道在胡說八道什麼東西 但張敦涵的回應也很奇怪 這個事情你應該說 我也不是總統 我不曉得他知不知道這件事 隨便都可以帶過去 你用一個最差的辦法 然後你現在去講說 要立法院長韓國瑜 莫忘事實上苦人多 請問一下 藍白黨團去撤回總預算 是立法院長可以決定的嗎 根本就不是他決定的事情 請問一下他要忘或不忘 他已經請了吃這個飯 你還要怎樣 而且我根本認為 他不應該請吃這個飯 因為現在整個朝野的僵局是什麼 是你立法院決議的事情 你行政院不願意編預算 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根本也不用什麼協商 你把預算編出來不就結了嗎 就這麼簡單一件事 是你們自己違法在先 那你又不願意編這個預算 然後你又要去吃這個飯 吃這個飯幹嘛 而且實際上跟台電的事情 也是一模一樣 你就是死都不要去改你的能源結構 然後你就硬要說我們要加錢 為什麼要加錢 你憑什麼 因為你們就錯誤了政策 錯誤政策還硬要這樣硬幹 然後要說要協商 還說要溝通 溝通你的頭 你根本沒打算要溝通 那我就跟大家講 我們那個能源結構出多大問題 理論上來講 王浩宇這種呆子 就以為說 現在有台風風力一定最強 我告訴你 現在台電即時 風力佔幾%你知道 2% 就2% 為什麼 因為台風如果風太大 風氣就要關起來 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然後太陽能這時候不要講 只剩1% 就是這樣子 那你知道 我們河山場不是剩一個機組而已 那個機組就3.7%多 就把你風力跟太陽能一起打口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的綠能就是不能用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它有很多天候的狀況 你就是搞不定 那你的比重是什麼 現在我們 現在此時此刻 我們絕大多數 因為 各位觀眾朋友 在我們節目畫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一個QR Code 麻煩您拿起手機 對準掃描下載 就就可以收到掌握TVBS 終點新聞 再等等廣告20秒之後 回到新聞大白話節目現場 還有我們關心更多事 長者是寶 需要陪伴與照顧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